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在斗马中获胜 马的名气会上升 他的主人会赢得乡亲们的尊重 如今他养的豆马叫黑虎 在村里人看来这黑虎可不一般 是勇猛的豆马 老潘叔也是这个苗寨里最受人尊敬的豆马王 他还是县里豆马协会的会长 每天无论农活多忙 老潘叔都要仔细照顾黑虎 有时家里人都觉得他对黑虎比对自己还要好 每次黑虎吃饱了 老潘叔还要带他出门转转 可是最近老潘叔发现黑虎喜欢上家门口的一堆沙子 看到沙子就冲上去打滚 老潘叔琢磨着 黑虎估计是身上痒 该给他洗澡了 可是洗完澡 一通梳洗之后 老潘叔想着黑虎肯定舒服了 可是一见到沙堆 黑虎又不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主要是通过皮肤排汗 皮肤上的寄生虫 养马的一个还要注意一个的 要去虫 定期的去虫 一般的话我们老百姓养马的话都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虽然会养马 可是老潘叔并不清楚这些畜牧之事 他的养马诀窍大多来自村里的老人们 他想着得多带黑虎到外面转转 不能总关在吊脚楼下面的马厩里 老潘叔还坚持 每天都用山泉水给黑虎洗澡 很快缓解了黑虎皮肤痒的问题 下午家里有客人要来 是寨子里的晚辈 他比自己儿子还小几岁 也是打小看着长大的孩子 到老潘叔家的人叫杨灿 今天刚从外面回来 虽然刚二十出头 却已经在外面打工好几年了 这次回来主要是有事情 找老潘叔讨主意 年轻人带着菜和肉来到家里 这是苗乡人的礼节 要直接给做一顿丰盛的饭菜 做饭时 杨灿说起了自己的烦恼 和乡亲们一样 杨灿从小看着斗马比赛长大 他非常喜欢斗马 可由于在外打工 没法养马 每次回到寨子里 他都喜欢带老潘叔的黑虎 出门溜溜 杨灿琢磨着 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养一匹豆马 这次回来 就是想问问老潘叔叔 最近寨子里有什么变化 在城里 他听说好多外地游客 都到苗乡来玩 还喜欢看破绘 说起破绘 那是当地人的节日 斗马人最期待的日子 破绘都是我们乡村这里 乡里面古龙坡 一般的真月十六 和八月十六 每一年都是去那个破绘 破绘 一般在农忙过后 会在村子里选个宽敞地方 有炉声演奏 歌舞表演 养马的人家 会把马牵出来 破绘也分大小 有村子里的破绘 还有周围几个乡镇 联合的破绘 而每年献庆的时候 在县城举办的破绘 就是苗乡人心目中 一年一度 斗马的最大盛会 可以说我们的斗马节 热闹非凡 声矿空前 来参加的元素 都是非常多 一般都达到七八万元 每一次苗家的斗马 总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 近些年 很多外地游客 会特意赶到熔水 看斗马 在那么多人关注下斗马 对马可是个极大的考验 能来县里参赛的马 也都是各村各寨 最优秀的斗马 熔水县养马的数量 是有六七千匹这样 有人就好奇 那么多马匹 乡亲们用什么方式 选出最好的斗马 到县里参赛呢 我们这个古龙坡去选拔 得过名次的 然后才有机会到县里面去比赛 原来只有各地破会 斗马的优胜者 才有资格到县里参赛 一旦能去县里参赛 就意味着马主是养马能手 如果在县里比赛能得第一名 那将是全县闻名的斗马王 成为斗马王 可是每一位喜欢养马人 心中的终极目标 老潘叔参加县里的比赛已经几次了 他是目前寨子里拿到斗马大赛最好成绩的人 斗马中取得了好成绩 使得老潘叔在寨子里非常受人尊重 杨灿也把老潘叔看成自己的偶像 他从小就梦想着能到县里参加比赛 可眼下他在外打工 连斗马都没养 这次回来 他发现寨子里变化很大 修了路架了桥 看到这些变化 他想回到寨子里 了解到杨灿的想法 老潘叔也觉得杨灿回来好 现在寨子里和以前不一样了 很多外地人到寨子里就想看斗马 然而让老潘叔非常担心 寨子里养马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现在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一年一年不同 老了 冻不了了 那寨马都是他 我的儿子跟着他 这两个是寨马了 我没有办法拿这个马去斗了 原来老潘叔担心 寨子里的寨马后继无人 杨灿当下决定回寨子 很快 他不仅人回来了 还以实际行动 让村里的老少爷们吃了一惊 杨灿高价买回了一匹马 可大伙看过之后 觉得那马 根本没法参加斗马比赛 村里人都不看好自己买的马 这让杨灿觉得很意外 也很无奈 都说我笨 他说花这么多钱去买这瓶马 回来你笨 哪个个都这样说我 当时候我这瓶马瘦瘦的 还没这么肥 我这瓶马 在我跟他买回来的马祖 从来都还没拿过名次 此时 家里人也很不理解杨灿 他怎么就是看上那匹 毫不起眼的马 家里并不富裕 买马养马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如果不能成为赛场上的斗马 那就等于拿钱往水里扔 可杨灿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为买马钱 他就发现 这马有斗马绝技 很厉害 我这马专门是打人家的后脚的 如果他撞一下他就抓住人家的后脚 然后就一要就抬起来人家的就死脚朝天了 马知道攻击对方的后腿 这是非常难得的斗马绝技 在县里的斗马大赛上 曾经的马王就是因为会攻打对方下盘 取得了赛场胜利 然而这种战术 很多斗马都不会 一般斗马赛中 常见的动作 有后踢 战利 私有 杨灿觉得自己买的马能行 他按下决心一定要战胜黑虎 还给他取名红威蜂 不过现在这马还不太威蜂 也没法参赛 那时候他还瘦 他还都是很想到的 但是太瘦了 没力气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怎么能让这马快些长肉 有力气 杨灿赶紧找到老潘叔 向他取经 了解黑虎每天都吃什么 一般的骨子和鱼米粉 米糠都是这种 有时候你想去那里 还有一些人 他们都煮粥给吃 杨灿按老潘叔的指导 开始认真准备红威蜂的饲料 他甚至拿家人吃的米 夹在饲料里 只希望红威蜂能快些长壮实 杨灿每天精心照顾红威蜂 可是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 马怎么连续几天 饲料都没吃完 难道 马的胃口出了问题 为了大伙 也都没有好办法 因为别人喂马的方法 和他一样 杨灿决定去县城一趟 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 他赶到县里 四处打听畜牧局 他想找专家了解 这马怎么样 更科学 马 他属于一个单位动物 不像牛 有四个胃 大肠 比较发达 主要就是在盲肠 比较发达 一般吃的东西 消化的话 主要是在大肠 消化去收 所以这个马的话 他吃的东西 胃一定要食活 他要有一定的奖交 原来马只有一个胃 飼料每一顿的量 一定不能太多 杨灿发现 自己就是没注意这个问题 给红微风的飼料 放太多了 第一顿没吃完 由于气温高 等到第二顿的时候 已经馊了 马就不吃 如果你胃的飼料不合的话 然后马的话 很容易引起这个 这个肠筋卵 肠筋卵的话 这个马的肚子就痛了 一般就是马 单位这个动物 他容易得这个子病 肠筋卵 所以的话 我们为了飼料的话 以清露飼料 其中的添加一点这个干料 不能以干料为主 原来 马的嗅觉非常灵敏 飼料有一点不新鲜 都能嗅出来 羊菜减少投胃量 增加次数 还特意把草料剁细 剁得细一点 它吃才可以吃得完 如果你剁长长的 这么一根的话 它都吃不了 飼料 一般吃都是很喜欢干净的 都是一餐 一点一点吃完 所以它才不浪费 羊菜这么做 是考虑到马胃消化能力弱 为了让飼料能更好消化 虽然它自己累一些 红威风却顿顿全部吃完 再也不剩飼料了 这些日子 羊菜还特意起扫到田里 隔些最新鲜 带着露珠的稻谷 给红威风施 补充马儿生长 需要的营养 羊菜从老潘叔那儿了解到 这马还得多出门 让它自己吃青草 那样也长得快 夏天寨子门口的小河 成了羊菜和红威风 最喜欢待的地方 像天气热的话 我基本上一有空 我就天天牵它出去洗澡 这样它也很干净 也很舒服的 你拉它起来 它都不啃起来的 这种快乐羊马法 效果明显 红威风毛色有了光亮 身体也变得壮实了许多 杨菜决定 带她去参加附近破会 结果红威风的表现 出人意料 第一次出征就赢了 这让红威风真的威风起来了 寨子里的人 对杨菜也刮目相看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 好好的凉皮马 怎么一见面就能斗起来呢 看过斗马的人都好奇 这马和主人在一起 还是很温顺 怎么一到破会上 斗马就完全大变样了 这中间有什么秘密 原来斗马场上 还有关键的第三匹马 被乡亲们称为马寨花 这是一匹母马 而且得是发情期的马才行 母马的发情的话 它排射会带有这种气味 特殊的气味和生理味道 马的嗅觉很灵敏 如果有发情的母马 在方圆2000米范围内 公马都能嗅得出来 看来这苗香的斗马 是从公马们争夺交配权 衍生而来的地方娱乐项目 不过在我国北方大草原上 也有很多马匹聚在一起 却很少看到 一见面就能斗起来的马 这苗香寨子里 人们养的马究竟是什么品种 比喻我们的地方特色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应该属于广西这个摆设这个马性 按照它这个好的性质来说 应该是温血的 眼下正处在公马青壮年的红威蜂 身体越来越结实 一连几次在当地的破绘上 红威蜂都取得了好成绩 如今老潘叔都觉得 杨灿是个羊马能手 不过这么长时间 在赛场上 红威蜂和黑虎还一直没有相遇 最近寨子里议论最多的就是 要选拔去县里参赛的斗马了 听到消息 杨灿也心动了 基本上的斗马都是看它的天性 比如说有些马是用嘴巴咬 脚要踢 那种是特别厉害的 遇到和马相关的事 杨灿总喜欢琢磨个为什么 他发现斗马根本没法训练 比赛是完全释放马的天性 人的作用就是顺应马的天性 怎么斗 斗多久 都是马自己掌握 唯一的积累方式就是多比赛 最近 他集中给红威蜂加强营养 让他肉更结实 比赛中不怕私有 寨子里的人都说 红威蜂是铁马 预选赛中 红威蜂和黑虎一路过关斩将 都顺利入选 参加县里斗马大赛 然而大赛中 他们将要面对更强大的对手 我们那一组有八匹马 是全乡五个五匹马 最厉害的都在我们那一组 赛场上 红威蜂 或踢 或咬 或灯 使得比赛一场一场胜利 最终 黑虎和红威蜂 这两匹马 在赛场上碰面了 黑虎嘴巴 咬得厉害 红威蜂是擅长攻击对方下盘 最终 红威蜂 得了第一名 杨灿 也成了鱼捕村里 最年轻的斗马王 如果算一年 那次的话 就得十二个了 如今 外地去看斗马的人 逐年增多 杨灿 也不愿离开寨子了 他希望 自己和乡亲们 一起发展斗马旅游 让更多的人 见识苗香的美 他们是地球上 最大陆生动物 和人类的冲突 不断发生 一场隐秘的纵情狂欢 是否酝酿着一次 新的交锋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大象归听杀戚